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便拨打出去 没想到现实生活中 的确有这个号码 所有人是一位深圳市民 这位受害民众不堪其扰 不满因为本剧手机被打爆 在猎场第二数集的预告中 就有出现这片段 陈龙 微博 所扮演的林败传给胡歌一条短信 上头显示了一只手机号码 剧中该号码是一名大公司的总裁 所有正片中环特写了两次 完全没有遮挡 剧 西 这个号码是居住在大陆深圳市 南山区的赵先生所有 许多观众似乎以为该号码和剧中演员有关系 便试着拨打或是发短信 而且不分昼夜 还加了赵先生微信好友 对此 赵先生表示最近每天都会接到陌生来电 还会被问奇怪的问题 严重影响生活 原本想换新的号码 但这个电话用了很多年 还绑定了很多卡 这选择实在是下下 测 因为网上还有相关影音画面 他便请律师向猎场的八家相关单位 发律师喊 希望各方尽快处理死事 对此 律师认为猎场的投资方 制作方以及播出单位在电视剧中 随意使用未知全署的电话号码 严重影响赵先生工作和生活 侵犯隐私权和突信自由权 而且侵权行为仍持续中 相关单位应该要承担法律责任 除了该立即停 至侵权行为外 也要赔偿损失 公开道歉 但目前只有腾讯视频回复律师喊 并要求赵先生提供证据 最后才会对播出的电话号码进行处理 出道一年多就能与汪涵陆涵等大咖啪搭档 才二十岁的曾顺悉意念都不简单 来源 据说娱乐在上一期的演员的当生里 曾顺悉PK掉马可和毛小童 这两位前辈顺利进行 让爆米花关注起这个可爱的大眼仔 抱着一颗八卦心对曾顺悉进行深吗 了解过后觉得 这个才二十岁的小伙子 哎呦 还不错吗 近日 他做客物理 据说大咖 跟我们聊了聊 关于他为何会参加演员的诞生 这节目的缘由 采访刚开始 曾顺悉就跟我们套路了私底下的 他可是一个喜欢买买买的购物男人 我说曾顺悉啊 在刚过去的双十一里 马云爸爸的一千六百八十二夜 这里面有多少是靠你撑起来的啊 近期的曾顺悉比较忙 除了在忙两个综艺节目 蒙虫小大人和演员的半生外 还录 制了几首新歌 谈到之所以能PK掉两个前辈 曾顺悉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没想到反而却晋级了 所以同学们都记住了 若想是达成 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曾顺悉是最好的例子 明明自己是非 科班出身 但上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证明自己 看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好演员 觉得自己能上演员的半生这个舞台 是非常兴奋的 以 至于比上其他节目表现更慌 更猛 完全不知自己在干什么 不知道在干吗 还能顺利记记 真是谦虚了 曾顺悉 虽说是挑战陈坤的成名作 但曾顺悉此前却从没看过这部戏 毕竟人家当年还只是一名三岁的小孩 才三岁 对于当年就狂追此剧的爆米花来说 内心表示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为了不演砸这个经典角色 曾顺悉 开启了临时爆佛脚模式 演到最后就靠自己发挥了 别看曾顺悉外表走萌萌大路线 人家最喜欢的女星 却是搞笑片后吴君如 未来也很期待跟她的合作 最后 曾顺悉表示 对于20岁后的未来规划 希望是成为一名好演员 年纪轻轻目标就如此明确 爆米花再次要给你点32个赞哦 说起曾顺悉在娱乐圈的起步 爆米花觉得 完 全可称得上是顺风顺水 14年代会 通过参加互联网平台选拔 被尚文杰看重 并加入她一手打造的少年偶像团体 Fresh极客少年团 该组合有推出几道单曲 比如U-T4 U 世界晚安 夏日大作战 半斗反映平平 曾顺悉在组合里 除了眼睛比其他人大之外 也没什么亮点可言 或许是意识到这点 曾顺悉用另外一种方式打开了通往影视圈的新道路 2015年6月 她以个人名义分别受邀出席了伦敦 米兰 巴黎三大国际时装周 因连续22天赶赴三城 参加八场秀而受到时尚界关注 江湖人送外号最先秀罢 紧接着 曾顺悉趁火打铁退出组合 在十八岁成人之际 正式宣布以时尚偶像明星身份进军影视圈 也就是从那时起 无论是综艺偶影视 曾顺悉的资源都留到飞起 扇飞后两个月 就参加真人秀节目全员加速中 与黄小明 王凯等大咖一起兼并兼玩游戏 以天天小兄弟的身份 加入湖南卫视节目天天向上 因其外表帅气俊美 再加上无敌大眼 在当时的十七个小X肉团中脱颖而出 很多妹子表示就是在那时入了她的坑 紧接着 结果里 只停地漂浮身份 参加花样姐姐二 又也高颜值 暖男特制圈的一批粉 还有摆脱了冰箱 然后烧吧 卡路里等各大综艺 有了以上这些综艺的人去铺垫 曾瞬息慢慢过渡到影视圈 就有了资本 这不 去年四月就与张柏芝 TOP等合作出演 动作电影失控 幽灵飞车 与张雪莹合作出演青春校园生活剧青春最好时 今年更厉害的 直接出演则天纪念的男儿 风头可说与陆寒不相上下 才二十岁具有这么好的资源 这在统领小X肉里算起点很高了 看来 人要走运真是挡也挡不住 能在红运当头还要来参加演员的诞生 这当目前来说争议较大的节目 除了佩服曾顺其的勇气外 未来是否还能再靠它正云自已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分享 赞